第一张牌,老婆的眼神好像不对劲啊 那如果选第二张牌呢,老婆这眼睛都闭上了 到底在想什么啊,第三张牌呢 哦,她表现得很开心,那肯定选第三张牌啊 太好了,我们真是心有灵犀 那你说我换什么衣服好 她现在这个表情第一张牌应该不喜欢吧 第二张牌呢,眼睛都闭上了,也不知道想什么 那第三张呢,这不是和第一张的表情一样的吗 那这么说的话,只能选第二张了吧 我去 宅男就喜欢让女生穿这种衣服 衣服也换好了,挑个地吧 现在第一张是这个不情愿的表情 第二张她就很开心了 第三张的话,还是不怎么情愿表情 那肯定是选第二张了吧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里的环境,你好懂 放手有情调的歌吧 要选一首歌,第一张是这个表情 看一下第二张,也是这个表情 第三张,她眼睛是睁开的 那我还是特别一点,选择第三张 我去 如果我们在敌听我会开心点 失败了 如果小丑没有戴上绿色的帽子 千万不要跟她买票 哦,又有人来了 这乐园,飞气好久了吧 真有什么好玩的吗 一会儿进去不就知道了 先打开规则 小丑是乐园员工 但只有绿帽子的小丑不会伤害你 那先找一下收票员 记得把绿帽子给小丑戴上 这样就可以买票了 买票入园 这里选择红色的 我们分开玩吧 你去旋转木马 我先去摩天轮 点击门口出发 这样,启动了 爸爸,这个正好玩 快给我拍张照 刚那幽灵小女孩出来了 留下了一张照片 把它给小丑 这是小丑的帽子不是绿色的 我们不能选择离开 再玩一次 爸爸,刚才玩太疯了 项链给弄丢了 上滑草丛能找到项链 把它拿给小丑 这回小丑帽子变绿色了 可以选择离开木马了 好,现在去摩天轮 你来了 这摩天轮根本没开啊 看我的 先找一下园长 把手电筒给他 再把维修工具给他 让他去维修 检查过了 玩完了赶紧离开 咱们就可以去到事发地点了 走吧 这摩天轮 等等 似乎产生了某些变化 没错 这就是我们要来的地方 从地上的纸条说明 这里似乎发生了事故 而且还有人在这里自意了 外面的玻璃也碎了 从座椅上的照片来看 这个就是刚刚的小女孩吧 然后点击报纸 这起事件中 母女和园长都已经不在了 妈妈 怎么这么高 我好怕 小丑终于出来了 赶紧点击求救 这次我一定不会让悲剧发生 这回看你们往哪逃 你们快走 我来挡住他 你以为我们是吃素的 直接选择上前应对 老头 你也太小看我们了 而我拿出主传大学习 你又如何应对 没想到吧 我们才是主角 笑 我姓鱼 妈妈来自俄罗斯 他们都把我当保卫 那你就叫鱼 呃 宝巴 老孙 你真厉害 我姓鲍 我爸当初用了一束菊花 在检票窗口追到我妈 他说这象征着是真的爱情 那你叫鲍 米 花吗 老师你猜错了 不对呀 如果象征爱情的话 那叫鲍 爱 菊 老师你真厉害 我姓像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医生 如画陀在世 日后名垂青史 这家伙姓像 哦 我懂了 像 陀 是 老师你真厉害 我姓鲍 我爸妈希望我每天都像过生日一样 做个开心的兽性工 那你是叫琴 瘦吗 老师你猜错了 又不对 那是叫琴 瘦 声吧 老师你真厉害 我姓张 来自一个一山半湖的城市 我们当地最有名的就是鱼也和山歌 我一听你的声音就觉得你叫张 鱼 哥 老师你真厉害 我姓蔡 我爸喜欢泰森 我妈喜欢红士贤 我应该叫什么呢 姓蔡呀 是不是蔡 太 咸啊 老师你真厉害 我姓贝 出生的时候就喜欢戴墨镜 因为我妈觉得这样很炫酷 戴墨镜很炫酷嘛 那叫杯 戴 酷对吧 老师你真厉害 我姓谢 我是在飞机上出生的 所以我一直很向往头顶着片苍穹 诶 你这个好猜 直接叫谢 顶就行了 老师你猜错了 啊 又不对呀 老公 咱们差不多该休息了吧 那让新郎坐到新娘旁边 亲上了亲上了 我去 有人偷看了 那把门给锁上 把窗帘也拉上 看你们怎么看 想不到吧 我还有这招 我去 你这老六 那你给我出去 检查一下柜子有没有人 然后看一下气球有没有 这锤子是砸哪里的 难道花盆也能藏人吗 好了 等等 这还有一个监控头啊 那用头套把它遮起来 这下没问题了吧 就看看 我不打扰 妈呀 通风口也有人啊 发死了 那把抽屉打开 把通风口给粘上去 我不信这回还有人 那洞房我最专业了 妈呀 忘记了床底还能藏人 那这次门也锁了 窗帘也拉了 通风口也封了 床底我也检查了 我就不信还能凭空出现 还真就那个刺激 先穿上鱼网袜 伪装目标 王少 那搭粉色T恤和鱼网袜 会佩戴名贵的手表 喜欢佩戴戒指 好 那把粉色的T恤给他穿上 这粉色那搭也是没谁了 然后把西装穿上些 这西服做工真是不错 西服肯定要配皮鞋子啊 这皮鞋不会有脚气吧 现在还缺个头发 看一下柜子 哎 这个手表应该不对吧 哦 把脱把头用来当扫把 光头是为了能完美适配任何发型 这长发也不对啊 对了 这桶里有一只剪刀 拿来把它剪短 修剪一下天衣无缝 然后这边有暗格 用螺丝刀把它拧开 对吗 这才是男人最爱的表 这个表才符合气质 再对比一下照片 应该还缺窗可贴 还有戒指 戒指不会是用这个预拉罐吧 这个也能勉强当戒指吧 这点小细节不能放过 然后它身上有窗可贴吗 没有 是不是在这个角落里 哎 老鼠送来了窗可贴 这样就看不出来了 接着是点击这里办正吗 不行啊 哦 用手机打电话办理 这些小广告 关键时候还挺靠谱的 好了 这样进去没问题了吧 还不快给本少爷开门 我看你很不对劲啊 来人把它拿下 不用 哎 怎么不对呢 这两个哥们在练习高难度动作啊 先把衣服穿上吧 原来是两个美女啊 要在老板来之前收拾好台球室 那这垫子都是汗水 把它扔出去 然后大扫去洗个澡 去除一下体味 怎么这么湿呢 用毛巾擦干净吧 然后把它扔出去 这么高 你想摔死我吗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好吧 把椅子摆好 再把台球杆全部收好 这个白色手套 应该是这个穿着西装的吧 对了 还有这些台球 都把它放在台球桌上 为啥你们的台球只有三颗球呢 我记得这个框框是挂在侧面的 这灯这么暧昧 也调一下吧 你俩怎么还拿着红酒杯 把冰箱打开 把两杯红酒放进去 还有这地上的一瓶红酒 然后把冰箱关上 把寝物打扰换成欢迎光临 诶 这上面还有一个监控器 哇 这东西能拨吗 赶紧删掉 对了 脸这么红 倒一下茶 给他们醒一下酒 其实脸红红的 看起来挺好看的 这一波操作下来 应该是没问题了 怎么有酒味 不是 这怎么还被发现 先用你手上的火腿搭饭 经典搭配 香得很 再用相片里的猪头搭饭 这才叫肉夹馍 要吃完所有白饭 那只鸡呢 哦 来个蛋炒饭对吧 一天至少一个鸡蛋 然后这边的韭菜长大了 可以割了 都是面做的 馍和煎饼区别也没多大 对了 这边的腊肠也来配饭 去年惯的派上用场了 然后看下洗手间 这个毛巾也能配饭吗 豆皮配模也很不错啊 哦 它是豆皮 那这冰箱里呢 午餐肉应该用刀子先撬开吧 午餐肉也能配饭 还是这个方便 然后这边的斧头要干嘛呀 直接配饭吗 我去 中西结合 那是手枪腿吧 那打开窗户看看 哦 这个是西北风对吧 西北风也能吃饱 现在还有两碗饭 是不是把这只鸡嘎了呀 哦 是鸡肉饭 这是它最后一点价值了 鸡鸡太可怜了 那还差一碗饭了 这房子都空了呀 最后一碗饭怎么吃呀 先给奶奶装上火箭筒 给奶奶换套装备 再让奶奶发动攻击 奶奶 你怎么把爷爷嘎了 啥 有一个是爷爷吗 那不能攻击了 先把车辆升级一下 给车子整个新皮肤 把刀子改造成大炮 开炮 好像没用啊 那花钱买件衣服先 腰皮一穿 谁都不爱 再改造一下黄金车头 有着大脚 没人能阻挡我前进 这个笼子也改造一下 有着笼子 爷爷就有家了 原来这是爷爷的笼子啊 那把它抓进来 抓住你了 现在是不是可以消灭掉 后面的仙人掌了 哦 掉了一颗解药 把它给爷爷 爷爷 咱们回家 然后再把车改造一下 把浴缸满上 让奶奶好好洗个澡 哦 奶奶也可以上来洗澡了 对吧 奶奶终于不用开机跑了 那再花钱改造一下喷射器 给车子提提速 车轮也改造一下 有了这狱子 简直如虎天翼 这怎么还有一条裤子啊 把它改造一下 这起子拉风得很 最后应该是改造这盆盆栽吧 我养了两年半的向日葵 终于开花了 诶 这不是没钱了吗 怎么还没过关呢 难道我的步骤又搞错了吗